稻田画 西伯族文化 跟着胖鸭到沈阳的盗门空间 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乡村游 果个儿大硬度好甜度高 沈阳农业大学专家培育出黄树梅 特色养殖口味绝佳 十庙子的乌鸡蛋卖火了 水里游山上逛溜溜答答把蛋下 辽阳王立立养的溜达鸭下出了精品蛋 无法腌制的咸鸭蛋细腻起沙味道鲜 来看看黄泥鸭蛋是怎么做出来的 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 您这里收看到的是辽宁卫视黑土地 我是鱼儿 平时大家伙看见我呀 都是在田间地头 那今天来到演播室了 虽然换了个地方 但是照样给大家伙说在黑土地上的新鲜事 现在呀正是孩子们放暑假的时候 不少家长呢就讲着 带孩子去哪溜达溜达玩一圈 来一个乡村游 那今天呢胖鸭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 不光能看到漂亮的稻田画 还能了解西伯族文化 咱们一块去看看 道梦空间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 兴隆台西伯族镇 占地1550亩 从2012年到现在 数以百万计的游客 为了巨服稻田画而来 今年一幅以县礼新中国70周年华诞 为主题的巨服稻田画 我爱你中国一炮走红 大家都知道 道梦空间最出名的 就是神奇的稻田画了 可是今天看到田画之前 胖鸭还要先体验一下 这里的新花样 首先要把你这双衣服给脱了 来这先脱衣服 你看到我身上穿着这双衣服了吗 这是我们西伯族的传统服饰 这个衣服你看 这个应该是这一个白是吧 特别好看 很多的裙摆 然后上面有我们西伯族的一个图腾 潘洋呢穿上我们西伯族的衣服呢 我现在就要带你来了解一下我们西伯族 地地道道的这个西伯族文化 哎 漫婷 咱们这根绳子上面挂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我们西伯族的很古老的一种叫子孙绳 它有一个很美的名字叫琪丽妈妈 它都是用这种小的这种小东西来去记它这个年 一年发生的这些事儿是吧 比如说你看那个小弓箭 它就是说可能今年家里面新增了一个小男孩 然后比如说小童前 就可能今年的这个这个庄家比较丰收 然后生活比较富足的意思 我刚刚在这个民俗馆 看到了好多那种小型的弓箭 是我们整个这个西伯民族就比较能英勇善战吗 对 西伯族历史上它是比较擅长这个骑马射箭 哎 晚天你看见了吗 我射中了一个石花 棒啊 你人太棒了 帅不帅 帅太帅了 我们现在会在园区里面已经增加了很多就是西伯族的这个体验的项目 这个射箭就是其中之一 让这个游客也可以体验一把这个西伯族的这个人民 骑马射箭这样的一个体验 现在很多游客都很喜欢这个射箭项目 逛民俗馆体验西伯族文化 胖鸭这次啊可是玩的不亦乐乎 盗梦空间作为创意农业的典范 让游客在游玩体验中充分感受少数民族文化和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 可是来到盗梦空间不仔细看看到田画 宁可就白来了 冠田啊 我看这个塔 有点晕 这就是我们要排的塔 它只有27米高 27米高 还惨 还只有 你去吧 我在这等你 我给你排站 你去 这个塔你今天来到盗梦空间是一定要上的 这是我们园区的最高的塔 而且你上去以后可以看到园区所有的美景 还有我们最大的一幅道明画 咱们 好高啊 你看啊 到了吗 没 现在才一半 我看着啊 我看了我爱你中国 今年我们这幅图的主题叫做我爱我的祖国 是为了庆祝我们今年中国建国70周年 对对对 大庆我们来做的一幅原创的一幅图 你看这边 我们后边用的就是新中国的一些 就是我们的以前的一些代表性的一些建筑 标准的建筑 有长城 对 然后这块有这个天门城楼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看到的这边代表新中国的一些元素的 比如代表我们中国速度的这个高铁 这种非常自豪的 然后还有我们刚刚建成这个港珠澳大桥 这些都是我们新中国的一个符号 我站在这儿啊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几个大字 我爱你中国 是不是站到这个上面很自豪 哎碗田 我发现哈 这稻田画好看归好看 但是 我发现了一点瑕疵 发现了什么 你看那段云菜 那段云菜是不是花了 是不是花了 那边缘是吗 是不是花了 眼睛咋这么尖呢 长杂了吧 咱那个稻子 它不是长杂了 因为我们用这种几种颜色的这个彩色的水稻 然后它的这个生长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生长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就要对进行对它一个修剪工作 那那朵云就是还没修剪的时候 哎 那我们俩下去把那块修一修怎么样 可以啊 你有信心不把那朵云给修坏吗 你看我手艺就得了 有人画画啊 用笔 有人画画呢 用稻子 那我和婉婷今天过来修修这画 用的是啥呢 用的是大检查 现在能看出来 这个白色的水稻 还有绿色它比这个我们这个紫色的水稻 要高 对要高 就它已经进入初顺的阶段了 所以说每个彩稻它的一个生长速度是不一样的 然后现在已经到了8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要开始进行修剪了 所以我们修剪的要领 就是要把这个高的适当的给它剪短一点点 然后我们先少剪 慌吗 如果你剪错了 剪这这么高行吗 可以可以 这么高可以 你看它你这样剪掉它和其他的白色水稻 它这个高度就是差不多了 就举齐了 对对 其实我发现 修剪这个画我觉得并不难 难的是啥呢 难的是这个脚啊 在泥里第一个是站不住 第二个是拔不出来 对 是不是已经都陷进去了 已经完全陷进去了 想要再拔出来太难了 这个还是比较费功夫 对 就是第一步就是要学着穿靴子 怎么在稻田里边走路 自由地行走 对 一片普通的稻田 在盗梦人的心情耕耘之下 被打造成了最美的田园 每年的六月到十月 游客们在这个童话般的世界里 采摘水果蔬菜 品味农家饭菜 对于很多家庭来说 这就是向往的生活 这个季节 盗梦空间成了很多城里人 乡村游的理想打卡地 盗梦我带你去划船好不好 划船呀 你也不想去 不想 那前面有可以摘葡萄的葡萄园 我们去摘葡萄呢 摘葡萄 去那边摘葡萄 也不想去 怎么会都不想去呢 早上来还很开心 是刚才上塔 害怕了吗 其实碗田 你说的这几个地方 我都想去尝试 但是我现在饿了 饿了 太饿了 那我带你先去吃饭 我尝我们大米做的米线怎么样 太好了 我就等你这句话了 走吧走吧 我带你去那边 哇 饿田 这个米线也太好闻了 这是咱们自己做的吗 对呀 这就是我们盗梦空间的大米 做成的米线 这个不感大 因为我没做过 在外面跑两个 我没做两个大 嗯 哇 这个米线真的是特别好吃 特别有嚼劲 很弹 这包括我们林地鸡里面的 溜达鸡 我们的笨鸡 然后我们黑猪肉 做成的排骨 还有这个豆腐 也是我们自己做的 每天用小驴肉拉末的方式 是这种慢炸的这种方式 做出来的小卤水豆腐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这个 林地鸡的散响鸡里里面 我们捡出来的小笨鸡蛋 哎呀 饭天儿 咱家那个鸡蛋 实在是太好吃了 太香了 没吃够 也不是没吃够 就是还想吃 还想吃的话 我带你去林地里面 你自己捡好不好 走吧 走 走 咱家的圆还挺大呢 换着一个小桌 有没有看到苹果 都是苹果树 咬两口给它就行 哎呦 掉了 这是过来自己找神来了吗 耳朵 它掉走了 是毒神 它排是这个果 树下面它会有这个线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你看它是不是像小鸭蛋一样 是绿皮的 我们鸡的一个特别的品种 而且它比正常的蛋的话 它要小至一样 对 它很小 颜色好像也跟我们平时吃的鸡蛋不太一样 快 这是 我们继续找 这是咱捡的第一个蛋 感觉得宝贝 记得说下面有很多个鸡蛋 但是我们现在够不着 这样 如今旅游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看景观花 游客们更加看重的是文化和生活的质感 您瞧 同样是种田 盗梦空间结合了创意 以地道的稀薄相情迎来八方来客 这里的稻田画不单单是现龙在田 更是金银在田 财富在田 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稻田画 也终于让人们见识了 什么叫做世界最大的稻田画基地 什么才是中国稻田画之乡 把健康快乐带回家 喜恨阿亚洞 咱们说这个创意农业确实是挺吸引人的 不仅有实用性 而且还没大家伙提供了一个休闲观光的好地方 谁说农业不能高大上呢 这么壮观的稻田画 想看的咱们得趁着稻子收割以前早点过来 那最近接连的降雨 各地的土壤都处于饱和状态了 很多中小河流水量上涨 大家一定要多加防范 防止出现次生灾害 那今天的天怎么样 咱们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大伙儿早上好 欢迎收看南天说地 我是杨佳 今天是农历的7月16 三福的第6天 那今天呢 咱们辽宁省全省是以震雨或雷震雨为主 部分地区中雨北风或西北风3到4级 部分地区4到5级 白天的最高气温在零上25到30度之间 夜间的最低气温是零上17到24度之间 利奇马对我省的影响基本结束 降水明显减弱 大部分地方呢 转为了晴天 果园的乡亲们要注意及时排绕 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悬树盘 保护树木的树根 好的 了解过了天气之后 咱们再来看看乡亲们都有什么问题 有一位乡亲说呢 他们家是种大葱的 去年选的品种就不太好 今年能不能给介绍一款抗病性好 而且成熟期短 葱反而相对长一些的品种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技术人员为他解答一下 沈阳市农科院近年来搜集了大量的育种四材 在沈阳和云南两个育种基地 对这些材料的经济性状 比如叶长 叶舍 猪稿 冲丸长 横径 土 抗病性和生育起进行调查和筛选 结合南返北域快速鉴定等技术手段 成功选育了市场需求的大冲新品种升顶二号 升顶二号大冲新品种 生育长 冲板紧实 猪稿125公分左右 抗性强 抗 灰霉病 指斑病 疫病 抗导服 抗风能力强 适合三东 河南河北 吉林 黑龙江 辽宁等地种植 还有观众给我们留言说 他们家是复新的 今年想种甜瓜 能不能给介绍一个耐储韵 而且口感也不错的甜瓜品种 麻烦老师给推荐一个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技术人员为他解答一下 这个品种就是人的 种瓜的和收瓜的加上市民都喜欢 种瓜的它是产量高 好管理 而且它的瓜就是抗性特殊好 耐烈 而且它这个品种 得瓜特殊好得 就是每叉都瓜 晚上还容易做 晚上它没有 就是瓜漏很少 就是它都能给带动 就是一株结的三到五个瓜 都可以同时那么大 没有漏 第二是人的就是瓜饭 瓜饭爱拉的原因 你知道 它那一数 那过去老品种 你要拉到远地方 超过200公里和300公里那样的 第二天卖瓜以后到晚上它就游动了 像我们这瓜能隔三到五天 还这样一掰开还是嘎嘎脆 而且它这个是红杨绿油 这是指缝9999 而且这个就是市民吃 它有一种老香瓜的味道 就是特甜 而且就是它就是幼稚和这个脆度好 适合就是我们品尝 这瓜要是正常 要是五月份下来 就是之前下来的话 糖度能达到16到18 而且这瓜你看 就是黑黑 就是好看 熟度 你看正常点 它熟点 没有这个黄韵 要见熟点 这个从这个瓜 西边往下 就是往下走 黄韵 走到就是三分之二了 到一半了 就可以拆熟 那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 三农领域的新鲜事 进入今天的天下三农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 公布了首批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 全国320个村庄上榜 其中咱辽宁就有9个村 这9个村分别是 沈阳市沈北新区 石佛寺街道 石佛一村 大连市旅顺口区 水师营街道 小南村 安山市千山风景名胜区 温泉街道 上石桥村 丹东凤城市 凤山区 大梨树村 丹东东港市 北景字镇 张岛村 本西市 本西县 小市镇 同江玉村 复兴市 西河区 四河镇 黄家沟村 锦州灵海市 翠岩镇 盲牛屯村 辅顺市 新边满足自治县 永灵镇 赫图阿拉村 能上榜的 可不简单意味着 知名度会有提高 未来五年 中国农行 将向全国旅游重点村 提供1000亿元 异象性信用额度 同时 文化和旅游部 负责人表示 防止乡村民宿 成为城市酒店的 克隆版 农家乐的翻新版 要坚持绿色发展 保护优先 不要急功近利 大拆大件 破坏乡村原有风貌 要想发展民宿的乡亲们 可得注意一下 庄甲一枝花 全靠肥当家 试用有机肥的好处 咱就不多说了 那今年 咱辽宁有机肥的 试用情况咋样呢 来自省绿色农业 技术中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我省实施了 蔬菜有机肥 替代化肥面积 12万亩 果树有机肥 替代化肥示范区 10万亩 同时 销纳了 畜形粪便 90多万吨 目前 辽宁共有10个县 作为试点示范区 农户对果菜 有机肥技术的 认可程度 普遍提高 并开始大面积 推广应用 预计 今年我省 有机肥 使用量 将达到 2000万吨以上 化肥 折纯使用量 将减少1万吨 日前 我省通过了 辽宁省 合掌 胡掌 之条例 并将在 今年的10月1号起 正式实施 那将要实施的条例 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条例明确了 我省合掌 胡掌制工作体系 在全国 首次设置了 水库库掌 和水电站站长 条例还明确了 总合掌 合掌职责 和巡查合流的次数 各级政府 及相关部门职责 以及建立的 监督考核机制 总之一句话 为了让咱的水更清 合流的清洁管理 会实现 由法可依 有人管 负责任 要说稻田养鱼 咱大伙都不陌生 但把稻鱼 融入到农旅文化中 可挺新鲜 浙江青田县 小州山乡 稻田养鱼 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从2013年开始 当地凭借五百多级 四千亿亩生态梯田的优势 发展生态有机循环农业 和乡村旅游产业 保护稻鱼共生系统 农艺文化和发展农旅文融合 把当地有鸡米 田鱼干 油茶等主导农产品 转换为旅游地产品 在去年 小州山乡农民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两万一千七百五十多元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均增长百分之十 生态田鱼和稻米 已经成为了当地发展生态农业 和乡村旅游的金名片 你可别把碗给吃了 本是对狼腾虎咽吃东西的调侃 但在日本 还真有一家公司 研发了一种可食用餐具 这种餐具用完之后 可以吃掉 据说味道还不错 这种可食用餐具的种类有 鲸架味的勺子 玉米味的托盘 类似于饼干味的筷子等等 既然是餐具 首先得能防水 不能一顿饭还没吃完 饭碗就漏水了 既然可以吃 那卫生等要求也要达标 所以可食用餐具的生产流程 也非常的讲重 就拿盘子来说吧 首先将制作所需要的小麦粉 和玉米黄油 含有调味料 经过充分的搅拌 冷却之后 再倒入专用的烧成器喷嘴中 再用喷嘴灌入模型里 最后经过一到两分钟的高温定型 可以吃掉的餐具就做成了 这种餐具如果能够推广 肯定能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 同时这种口味多又可以吃的环保餐具 也使吃饭用餐充满了乐趣 都说要吃个心想 您想不想尝一尝呢 骑马捕虾您听说过吗 这一活动已有约500年的历史了 曾经在法国北部 比利时 荷兰 还有英国东部的沿海地区非常普遍 现在在比利时的东代恩凯尔克的一部分渔户家庭 还坚守着这一古老的传统 当海水退潮时 渔民们将特制的渔网拴在马后 骑着马展开渔网 在沿海浅滩 混漫行径来收获北海灰虾和鱼蟹 2013年底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 将骑马捕虾列入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见过了国外的骑马捕虾 再来看看在威海海滩上的捡海鲜吧 您没听错 就是捡海鲜 而且是一桶一桶的 还有人连麻袋都用上了 8月12号 台风立骑马过境山东威海之后 海滩上布满了牡蛎蛤蜊 这可把大伙高兴坏了 大量市民游客 呼朋唤友的携带水桶 麻袋等工具 前来赶海捡食海产品 场面十分壮观 网友直呼 这样赶海太过瘾了 今年刚刚19岁的 江苏省苏州市消防员 吉喉牛培 从没想过 自己会因为在马路边 花眼了 琳琅满目 水果真的是品种太多了 你就说这个香瓜吧 就分好几个品种 黄的绿的黄绿的 什么样的都有 那什么样的品种又好吃 又好吃又好卖呢 今天咱们就到北镇大鹏里去看看 一大早 北镇市王夏 挖子村 陈文江家的香瓜大棚 呼呼拉拉 来了一大帮人 原来啊 陈文江说 今年他种了一个新品种 不但个头大 产量高 卖价还比普通瓜高出一倍 大家伙都想来取取精 我种瓜年头不少了 有二十多年来 啥品种种 今天头一次 一个是这个瓜形挺好 瓜形挺正 另外人这云条都都认大 叫别的瓜 价钱高 不到一倍差不多少 陈文江种了二十多年瓜 啥样的品种都种过 香瓜种植 技术管理 方方面面都没得说 但是他说 想种好瓜 选好品种 更关键 香瓜品种多 哪个挣钱 哪个好管理啊 都得琢磨 好不好慢 也很关键 咱家乡亲们 都想种出来 个头大 品质好的香瓜 这样才能卖上好价钱 到底啥样的香瓜 更符合咱乡亲们的 选种要求呢 这个指缝99的 是花皮天瓜 它就是甜度特殊好 这糖度也得 要是好 要是管理好得当的话 就是能达到二十个左右 它羊口还是细 它也属于肝瘤瓜 我给你掰 你看 你看 它这个羊不是特别细 对 而且羊不是 羊很少啊 对 羊少 它塞细子 羊少 又是厚 又是紧臭 你看那个没有那个杀劲 知道 牙秤 那瓜就沉 这个就是 瓜子沾点 那个 就是浅绿吃了 大棚里的香瓜 看着挺娇气 可实际上呢 这瓜不怕磕 不怕碰 耐储耐运 就是放上一个星期 也没啥问题 这个像山东 河北 辽宁 吉林 河永江都可以种 这个适应性相当广 它可以密质 可以摘到2800到3200 密质的话 你瓜留一多 它产量自然就高了 这一个瓜都得在二斤左右 但我们建议 这个棚户吧 留四个瓜 它就好了 就个头再稍微小一点 稍微小一点 市场会更应可 这个出棚价的话 这个给的价位都比 就是绿瓜呢 和是那个这种 铜的那种瓜瓜 要高三毛到两毛 扑加期也跟相对来说 比老品种那种 红羊绿羊 那个 你要好几多 乡里乡亲来取经 新品种成了大明星 好技术 配上好品种 这香瓜种的 挺成功 树莓 大家伙都吃过吧 但是市面上 咱们见到的树莓 都是红色的 今天给大家伙介绍 一种黄色的树莓 这种黄树莓 可是咱们 沈阳农业大学的专家 培育出来的新品种 那这黄树莓 到底有啥不一样呢 室外三十多度的高温天 这群人不在空调房里猫着 跑到沈阳农业大学的 试验园里干啥呢 树上这一个个小浆果 就是今天的主角了 树莓 别看它长得不起眼 这些游客啊 大老远跑过来 就是为了采摘它 主要就是过来摘这树莓 我以前也是农大学生 以前就是只有是这个颜色 然后新 然后那个阿姨告诉我有这个颜色了 然后特意过来摘 就咱们常见的 就红色的 黑色的 紫色的 但是这种黄色的呢 就特别少见 黄树莓属于市面上的稀罕玩意儿 不少人都表示啊 头一回见长 可他算得上是沈阳农业大学树莓研究所的明星产品了 戴汉平就是这个树莓试验员的负责人 我们这个黄树莓从它的性状上面来说 是全中国独一份 在某些性状上面应该已经达到或超过了世界水平 我们这一次在欧洲举行的国际树莓会议上面 并没有看到像我们这么好的黄树莓 戴汉平跟树莓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 研究过近十个新品种 这批黄树莓 他足足花了十年的时间 今年首次亮相在大家伙的面前 黄树莓是树莓里面一个基础的一个性状 所以在红树莓和黄树莓杂交的过程中 或者是红树莓和红树莓之间杂交中间 就会有少量的黄树莓的品气 虽说黄树莓长得既精致又阳气 但是也非常的娇贵 皮薄 个儿小 不耐储存 如何克服这些难题 就是戴教授研究中的重中之重 这个黄树莓是一个偶然的培育过程 以波尔卡为母本和秋萍为副本 然后进行杂交 然后我们从中间选出了最优良的两个黄树莓品种 然后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新品种进行试验和示范 话说行家心里都有一感秤 树莓的脾气秉性 戴教授都琢磨得透透的 早糟的就在树莓地里安上了一块遮阳网 它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高温和强光的时候会发生日灼 一种物理伤害不影响吃 但确实的确很难看 采用遮阳网这种方法来减少强光和降低树莓生长的温度 然后就已经完全解决了这个日灼的问题 别看这黄树莓是弄起来挺麻烦的 但是它的采摘期长产量高 每年6月下旬开花 7月下旬接果 一直能采收到10亿左右呢 按照今年的市场行情 黄树莓的地头下 一斤能卖个三四十元 比红树莓高出大约百分之三十 一亩地达两千斤算 毛利润就能卖到七万多块钱 经过反复的杂交试验 一颗颗精致小巧的黄树莓 不仅有着产量高 品质好 果个大的特点 在口感上也是略胜一筹 就比红色的甜多 就特别软 特别甜那种 红树莓的口感就是酸甜 这个就是有点面甜 特别甜 眼下正是树莓接果的高峰期 戴汉瓶前进的脚步不停 继续在树莓上做文章 研究出了树莓酒 树莓果汁等深加工产品 下一步他准备大力发展黄树莓产业 黄树莓这个品种已经培养出来了 那么现在它还没有推广到老百姓和企业的原子里面种植 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话 我们会采用比较好的繁殖方法 培养优良的这个种苗 分发给老百姓来进行种植 然后扩大这个老百姓对黄树莓的这个生产和消费的这个面积 戴汉瓶凭借着劳动和智慧 带给大家一个又一个树莓新品种 科学接出智慧果 正是有了他们的努力 才让我国的农业产业能够快速发展和进步 安山秀岩石妙子镇的苏仲伟养了不少的乌鸡 那现在呢 他们家这个乌鸡蛋啊 可以说是当地的明星产品了 大家伙都抢着买 那乌鸡蛋为啥卖得这么好呢 苏仲伟有自己的秘密方法 这到底是什么蛋 大家伙吃得这么香呢 其实啊 这是秀岩石妙子镇大沟村 苏仲伟养殖的乌鸡蛋 对于自己的乌鸡蛋 苏仲伟是相当有信心了 苏仲伟的乌鸡蛋为啥品质好 口感好 他自己总结为 好山好水 好伙食好玩伴 少了一样都会影响乌鸡蛋的品质 苏仲伟养乌鸡的山沟 山上生长着多种中草药 乌鸡每天在山上溜达 吃着中草药 乌鸡的体格变好了 草药的成分也留在了乌鸡蛋里 这碗叫三把号 这全是药材 你看这种 这有用呢 它这个鸡吃了以后 就是能够就是降血啊 清理血内的血液的垃圾 它这种药 还有这种药材 你看看啊 这个叫叫做明叶菜 这个是提高鸡的 就是现在鸡玩手机厉害啊 吃它以后可以鸣木 鸣木 清干鸣木 这个叫大耳毛 全是 我这像全是野菜 这一山的药材 其中有一样 是苏仲伟的秘密武器 乌鸡吃的它提高了免疫力 根本不用吃抗生素类药品 我的鸡都离不开它 这个叫啥呀 这个叫红齿兆 它的根非常红 然后那个鸡吃到为什么 它不生病 它这个它鸡呀 它天天跑到根里的虫上 吃它的叶子 这个叶子 吃完以后什么病都没有 乌鸡每天吃着中草药 小虫子 喝着山泉水 苏仲伟还觉得不够 继续给自己的小宝贝们 补充营养 但是鸡吃鱼 您听说过吗 苏仲伟的乌鸡不仅吃得好喝得好 苏仲伟还给乌鸡找了一群小伙伴 有笨鸡还有大公鸡 产蛋率上升了 自己的产值也增加了不少 苏仲伟独特的养殖方式 乌鸡蛋的品质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 可以说是供不应求 有亲自捡鸡蛋的 还有上门提货的 还没走出家门就销售一空了 苏仲伟养殖乌鸡的成功 得到了镇里领导的肯定和大力支持 苏仲伟的乌鸡蛋将带动村民走上致富路 这个项目特别适合我们大沟村 下一步继续发展 所以说我们的想法是什么 镇政府投入20万资金 村基底投入一部分资金 而扩大养殖规模 跟那个养殖屋进行合作 下一步的话 把这个项目做大做强之后了 带动周边的百姓 未来苏仲伟的养殖规模还将扩大 村里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这个产业 相信不久 乌鸡蛋将会提早摘掉 大沟村空壳村的帽子 也将成为十庙子镇 大沟村的地狱明星品牌 你看啊 一个小小的养殖项目 做好了做成功了 就能带动更多的乡亲们致富 这个就是榜样的力量 辽阳县的夏达河村啊 也有一个人 鸭子养得非常好 王莉莉 那他们家的这个鸭蛋 也是供不应求 咱们看看它有啥窍门呢 从外形上看和普通的鸭子呢 就区分挺大的 一般普通的鸭子吧 一般都在 就体重都在三斤左右 我们家的这一鸭子呢 一般都能到 达到四斤到五斤 因为它的营养 吃的营养特别足 然后呢 长得特别的肥 特别大 夏达河乡 地处辽阳东南的千山脚下 汤河水库的西枝上游 属于国家二级水源保护区 当地依山傍水 景色优美 特别适合养殖业的发展 为了养鸭子 王莉莉每天都把这些麻鸭子 赶到自家后院的山上放养 这些鸭子 每天又是游泳 又是上山溜达的 心情别提多美了 早上六点多钟的时候 我就从家里把它放出来 放到山上 晚上天间黑的时候 七点多钟的时候 把它都自己下山 自己能进驾 就像有那个生物种一样 在山上自己打野石 吃点野果子 野菜 婆婆丁 像我们通常说的苦碟子 还有一些小嫩草仙草 这些树都属于鸭子 特别爱吃的 补充一些膳食纤味这种营养 然后还有蛋白质 小虫子 除了吃着自家山上 没有污染的纯绿色营养品 而且这鸭子喝的水 也是十分的讲究 都是我们自家打的膳泉水 里面的矿物质非常的高 另一个我们家的土脂 也是属于黄土地 然后土里面的矿物质 加上水里面的矿物质 这鸭子喝了 对身体营养特别的高 然后下出来的蛋 钙质也特别的足 所以不需要特殊的 给它补钙了 吃一些人工的这些钙质品了 都属于天然的那种 这小日子过得美了 也容易忘了正经事 这个季节 普通的龙氧鸭子 每天能产一枚蛋 可是王莉莉家的这些鸭子 可能光顾着享受生活了 下蛋这事儿就看心情吧 虽然这产蛋量不大 但是这些麻鸭子 还是很负责任的 每一个鸭蛋的质量都是杠杠的 这个蛋特别的大 然后呢 蛋壳特别的厚 因为它的盖子比较足 里面呢 从那个蛋清来讲 蛋清比较粘稠 蛋黄呢 比较紧凑 而且蛋黄的颜色成橘子皮的颜色 味道呢 就是特别的鲜美 没有一点的土性味 是不是隔着屏幕 就让人有一种冲动 想赶紧尝一尝啊 别着急 这个鸭蛋可不简单 人家还有绝活呢 一个蛋黄可以像弹力球一样 在手柄贴上22下 您家的鸭蛋能做到吗 王莉莉说 这些鸭蛋腌制出来的咸鸭蛋 口感也是非常的不错 你看我家这个白盆蛋 蛋黄松软几沙 口感呢 比较软糯 因为品质好 王莉莉的溜达鸭蛋 非常受欢迎 未来她还要扩大养殖规模 让更多的人都能吃到 原生菜的好鸭蛋 说到鸭蛋啊 一般呢 咱们都把它给腌咸了吃 最普遍的做法 就是用盐水给它腌上 但是呢 王莉莉两口子的做法不一样 人家采用的呀 是古法腌制 用黄泥腌咸鸭蛋 那用黄泥腌出来的咸鸭蛋 有啥好处呢 王莉莉家有将近700多只麻鸭子 在家里分工明确 莉莉负责养鸭子 丈夫高宇就相当于一个技术员 负责调配腌制咸鸭蛋的配料 在搅拌桶里放入一定比例的黄泥 盐 盐 山泉水 还有高浓度的纯粮式白酒 这样腌制出来的咸鸭蛋 口感更香 出油也更多 这个鸭蛋放在这个泥里面 沉下去一半 然后浮上来一半 这个泥的这个比例和水的比例 就是调的是正好 每个鸭蛋都是 用盐水腌制的咸鸭蛋 咸得快 但是不容易储存 时间久了 蛋清会比较硬 而黄泥腌制的咸鸭蛋 不仅解决了储存的难题 而且黄泥还具有保鲜的作用 这个黄泥是我家山上独有的黄泥 矿物质非常的丰富 这个包裹 这个鸭蛋腌制的时候 这个蛋也容易进入矿物质 周期比较长 经过我们自己经验的 调盐的浓度 只裹了薄薄的一层盐 不像盐水浓度高 然后它通过我们调制盐的浓度 可以定制它能腌到三到六个月 通常我们在市场上 买回家的咸鸭蛋都是熟的 拿回家就可以直接食用 可是王莉莉家的黄泥鸭蛋 不仅是生的 还带着泥卖 吃鸭蛋最佳的口感 就是限制限制 趁那个热劲 热护劲 如果这鸭蛋提前煮好了 凉了之后 这个蛋黄各种口感 还有这个清都比较回胜了 影响它的口感 近几年很多养殖厂都开始更新换代 用上了自动化管理 等高科技的养殖设备 可高宇和王莉莉夫妻俩 却一直坚持散养鸭子 坚持古法黄泥腌制咸鸭蛋 喂的就是让更多人 吃到健康美味的咸鸭蛋 主要就是室内的一些顾客 想到我们这个山区来买一些 纯绿色的农产品 会自己驾扯过来 然后呢 有一些老顾客呢 吃好了之后呢 留一些联系方式 他平时工作忙呢 不方便过到我们的山区来 我们会统一就是整理到一块 整理到一块 然后我们还给送货 他讲的鸭蛋呢 他吃好几年了 口感特别好 比当地那个鸭蛋 就是说他这个蛋丸特别大 蛋小味特别浓 往而口感那个比较细腻一些 这吃好了 延长好 白耳也呢 给新京朋友都送点 让他们也尝尝 为了能够帮助高宇和王莉莉夫妻俩 扩大黄泥鸭蛋的销售范围 夏达河村的住村第一书记 还专门找来顺丰宿运洽谈合作 想帮他们打开网上的销路 感觉这个鸭蛋嘛 腌制得非常好 我们顺丰呢 对这些农户产品嘛 也非常感兴趣 也都寻求一种合作 想过来跟这些农户呢 想达成一种合作 考察考察 虽然鸭蛋是生的 但是经过精细包装 快递运输完全没问题 王莉莉两口子 也打算加大宣传 想要赶在中秋佳节 让更多人品尝到 这特色的黄泥鸭蛋 我们现在也正在这个注册商标 也跟这个工厂部门 把这个申请应用打上去了 然后把自己做出自己的这种品牌 把绿色的养殖这块 做好做大 把真正的一个实惠好的产品 推广出去 卖给到 让这个消费者 能够吃到真正的农村的绿色产品 那节目最后啊 再跟大家伙分享一个好消息 富宏之下文化会面演出呢 这个周末有两场活动 8月17号晚上 在丹东奉城的苏华院广场 8月18号晚上 在本西的枫叶广场 现场会有精彩的文艺演出 参与互动呢 还可以获得富宏集团提供的各种奖品 谢谢大家